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李王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时间管理,见缝插针 自从这次号里得回来之后 我感觉我的拖延症完全消失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回来的短短一个星期里边 我竟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每当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会去迟疑的马上做 一点都不要想去拖延的感觉 因为我以前曾经是有严重拖延症 所以我很清楚那种感觉 就是拖啊拖啊,不想做不想做 除非到逼不得已才会做 到现在呢,我回来一个星期了 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大事情 都已经做完了 忽然间感觉,哇,拖延症消失了 然后我就仔细想想 为什么我的拖延症消失了呢 是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开始慢慢的在整理家的过程当中 我找到了一套体系 让自己做事情比较顺利 比较有章,就是比较有章节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凌乱 让我办起事来就特别的顺利 像第一,我会首先把第一要做的事情 全部写下来 重要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啊 我曾大家说过 我一奥拉底回来之后呢 有公事,私事,家务 很多事情都要等着我做 所以呢,我就会每当 就是先把重要的事情全部写下来 然后呢,什么大事情呢 每当要做一样事情 我就会拿一张纸来 像开了一个文件夹一样 把它挂在墙上 每一件事情都像开一张纸一样 挂在这个墙上 比方说我今天打了电话 去通知这个公司要怎样怎样 我会写行 哪一天哪一天 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呢,我就等于开了一个file 下面呢,写上整件事情的进程 比方说今天我忽然有空 OK,我要需要打给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些事情 我就在他属于这件事情的这张纸的下面写上 OK,第二天 对方回我信息了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再接下来 另外一件事情 我再用开一张纸 再另外开一个file 这样写 我用这种方法 我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明白 但是我用这种方法 可以让我做的每一个步骤 都清楚地记录下来 或者是说我忽然间有时间了 我需要做什么 我可以马上从我这个桌面 就是墙面 墙壁上找到我需要马上办理的事情 或者是说每一样事情 我办理到哪里了 其实这个system不难看出来 和公司里的运作是很相似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样 在家里办事情 可是呢 当我学了整理 家庭整理之后呢 我发现 其实每一样事情 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的脑子很清醒 要有 就是之前说过嘛 每一样事情都要记录下来 这个point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我一个记忆不好的人啊 所以呢 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我忽然发现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每当我抽一样事情出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好好地思考 哎呀我做到哪了 我要做什么 哎呀好烦的 有些事情我忘记了 我应该做什么 完全不会 现在呢 每一样事情 就像在公司里的folder一样 我做到哪里了 就算另外一个同事 随便过来follow up 他都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进程到哪里了 我记得这个步骤呢 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是去claim保险的时候 我楼下的这个小姑娘 她教我的 她是怎样做工的 她会把每一个步骤详细记下来 哎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自己给运用上了啊 而且我发现这个方法 不单家庭方面 公司方面 各个方面都特别特别的好用 特别是当我们办一样大的事情 需要很长时间 一步一步来做的时候 这个folder开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会 因为你会记录下来 每一个步骤你做到的哪里 或者比方说 我那时候去旅游 我旅游之前 我的车要修整 我就会上面写上 开了一个folder 我已经打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他说什么什么时候 让我再打电话 我会写上 等我holiday回来之后 我查着日期 然后我打过去 我就写OK 电话已经打了 对方说booking什么什么时候 等到结尾的时候呢 我就会写上OK 哪天哪日 我的车已经修整好了 多少钱和receipt 钉在一起 一个folder结束了 然后呢 我就放在我的家庭 万能家里面 就会做成一个记录 将来有什么事情 可以翻看出来 所以现在呢 整个事物的记录过程呢 让我做事情 变得非常有条理 我发现做事情呢 和打扫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工具 和你的程序用对了的话 你对做事情 就会变得不再想要拖延 比方说以前 我说打扫 我要如果让我拿一个 吸尘机出来打扫 我就特别难 因为吸尘机很大 很重 而且呢 每一个关节呢 每一个器具 我都要把它插 安装到一起 才能吸尘 我就特别不喜欢 可是现在我换了 换了一个就是 hand free 就是不用插电的 一拿起来就可以吸的 并且非常轻便的 吸尘机呢 我就随时可以吸尘 家里边保持的非常干净 同样的 我们把同样的道理 安在做事情上 如果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非常简便方便的这个做事的System的话呢 你就感觉做事情你就不再会有拖延症了 因为 因为你会变得很简单 很方便 一下子就令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而且 就没有了拖延的理由 真的就没有拖延 以前 我想想 我吸尘 是因为吸尘机的问题 可是做事情 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拖延呢 是因为 我们总是 懒惰 或者是由于一些某些原因 或者是因为 哎呀 我还要去找 还要去记 好烦啊 好多事情要搞啊 我的人生好乱啊 每次我们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知道 就算我们的人生再怎么乱 我们也是要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去做好它 所以我们每次就拖拖拖 拖到最后 逼不得已了 燃煤 就是火烧眉毛了 然后再去做 就是因为 我们并没有一个好的system 可是当我们拥有这个好的 就是我说的这个 简单的方法之后呢 我全 虽然我把它全部挂在墙上 感觉有点 就是墙满满的 就是每一个 每一件事情都开一个folder 小事呢 就开一个小枕folder 大事呢 就开一个大枕folder 然后呢 所有的build单子呢 交呢 就是按照日期 全部加好 我交一张放后边 交一张放后边 我现在呢 可以说 一点都不凌乱 就是因为我现在 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就必须 让自己去 把每一样事情 做得很有条理 但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是 因祸得福啊 让我现在 让我身边 所有的事情 都变得非常简单 其实这个呢 对家庭主妇来说 管理家庭 真的真的 应该需要用这套system 因为这个真的 可以帮到你们 我是一个女人 我也会管理家庭 所以我知道 家里琐碎的事情 有多少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 很多很多事情 要处理 大大小小啊 丈夫孩子啊 家务公事私事 什么都有 所以呢 这套system啊 真的非常非常适合 我们大家来用啊 我用语言说 我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明白 但是也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每当发生一样事情 你就拿一张纸 把它详细记录下来 每一个表格 做到哪里 而且上面我会写上 我打电话给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电话号码是谁 联络人是谁 这样就是说 你打电话 你就不用再翻 不用再翻纪录本 你就直接在这个纸上 有所有的information 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 所以 现在呢 我说 我现在说的变成了 整理的一个part 但是 我想说的是 这个整理的part 让我省下 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呢 现在就 完全就知道 OK 我就不用再把这些事情 全部都装在我的脑子里边 因为它全部在墙上挂着了 我呢 就一有时间 我比方说我做家务 比方说家务 我现在做好了 我正在洗衣服 我多余空余的时间了 我就秒一眼 我墙上呢 有些有什么事情 我需要做的 我就OK 做一步 做一步呢 填上 我有别的事情了 我在就是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我有时间了 我在做别的事情 像我在 我们经常滑手机嘛 看手机啊什么的 然后在我上载video 录影 上载video的时候 我的手机是不能动的 因为它在上载video呢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站起来 去洗洗衣服啊 晾晾衣服啊 抹一抹擦一擦呀 做一些不需要电话的事情 当我其他事情做完的时候呢 我回来有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拿电话 做一些别的重要的事情 所以现在呢 就变成一个见缝插针 每一分钟都不闲着 而且做的是有条有理 因为我不再需要用大脑去想 我所有的东西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 而且我就算每一分钟任何时间 跳到另外一件事情上 我都不需要去费脑筋 因为已经非常清楚和clear的都挂在墙上 都写在那里了 我只要是 比方说一有时间了 我就去找寻一下 看看这上面有哪些事情我需要做 我需要处理的 如果处理的把纸就抽掉 这样一样一样的事情 就算再多的事情 你都不会觉得烦躁的 因为你的脑子已经不再需要 我为它去记 去想 去烦 而且它已经全部都给你记录好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抽出很多很多的时间来 来见缝插针 让你的工作效率达到最高 并且减低你的拖延症 可以改正你的拖延症 我这次回来 我就给我最大的感触 我就可以100% 百分之百的说 我的拖延症已经完全改掉了 因为我可以任何时候发现问题 马上就可以解决 并且好一点都不觉得 哎呀我拖 哎呀我不想办理 好麻烦呢 因为它都在纸上写着了 每一个步骤都在纸上写着了 比方说这件事情 我告一段了 我停下来了 我就OK 我不用 我再不用担心它 我以前就是说 我写了一半 我就还要记住 哎呀这个事还没办完 我哪天要 还要办理什么的 都在我脑子装着 所以我就容易烦躁 容易就是觉得 哎呀好烦呢这样 但是现在 当我OK 我现在打电话了 已经confirm了 到什么什么了 写上了 放在那里挂着 我就不用再想了 我就完全可以忘记它了 再可以把脑袋清空 再做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 OK这件事情做完了 告一段落了 OK 然后我再马上再清出来 做别的事情 这样我的脑袋 在每时每刻 我只需要专注和concentrate 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所以从此之后 脑袋不会再变得 非常的凌乱啊 烦躁啊 很多事情围绕着你啊 你的拖延症就会变好 就不再会想要去拖延 因为你不在脑子里边 不再反乱 因为脑子是clear的 清楚的 清新的 你就会想 OK我现在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我非常clear的知道 OK我现在有多余的时间了 我应该干嘛干嘛 或者是说我现在 OK我累了 我不想做这些 那我就坐下来喝杯咖啡 叠叠衣服 洗洗衣服 或者甚至都有时间 给自己让出来 看一看连续剧啊 看一看电影啊 让自己relax一下 所以时间管理 见缝插针呢 我们的家庭管理 也是密不可分的啊 因为当我们有一个 好的system的时候呢 就会帮我们 节省很多时间 并且让我们事情 做得非常非常的顺利 让我们的效率 大大的增强啊 好嘞 谢谢大家观看了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